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 向曼南官先生為我們分享 他這長時間以來他的藍雨經驗 而且他從藍雨經驗 順著這個海洋 他藉著他的航行能力 他也有了不同地區的海洋經驗 所以今天會是 他最近為什麼會突然請到向曼南官 是因為他去年出的這本 《大海陋夢》 應該沒有期望 《大海陋夢》這本書 那就非常非常精彩 裡面從他的在藍雨成長的故事開始講起 中間講到他的不同部分 航海的經驗 跟人接觸的經驗 他怎麼看來就這樣展色的一個海洋 包括還有有一些的章節 是用比較清楚的一個後殖民的一個角度 用一個比較平常的角度 來討論人跟人的關係 或者人跟大神之間的這樣子的關係 那他今天匆匆的趕過來 還沒有吃飯 我們給他一點時間吃飯 然後他另外帶了一部影片 這是一個系列跟介紹他關的影集 這是小說改編的 小說改編的微電影 那我就先看這一部影片 《大海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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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會發展出來的 青春正在善來的青少女的愛情 可是我對青少女的愛情的著母 比較少 因為這方面的經驗是比較少的 但還是那麼美好 除了前面的所謂的純純愛 後面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整個全世界都是在美術之間的冷戰 那不管是說你從資本主義的社會 還是共產主義的社會 其實是整個國際舉行 那我要講的是說 在這個底下 不甘以所謂美術之間 太多全世界的另外一些所謂第三世界 第四世界的人 其實我們都有這種的過程 那個都是發生在暗次世界大戰之後 那我要說的是 即使是在菲律賓 即使是在 Crook Island 或是在大西地 或是在馬修拉里或是大幣 全都是一樣的部分的情境 全都一樣 那麼另外一種更相似的 是叫西方的宗教 西方的宗教 他在台灣來的是 所謂的長老教會 天主教堂 然後在我的島上 同樣的 所謂的知名母國 從日本人變成了 所謂的中華民國 台灣政府之後 他接下來 另外一種不同的團體教 天主教和基督教 然後在一九六零年代 或是七零年代 我們對外面的世界 幾乎是一個空的 我們對外面的世界 幾乎是空的 因此 假如我們同學們 同學們 大家來去思考 其實 太多太多的 一些大家去想 後現代性的時候 後知的事情 其實他是一個 匡方的 大家對這一個 時期的 打擊的表現 或者是說 我們也可以從 大湯海時代 所帶來的 所謂的後工業革命 來西方人佔據了所有的 不是他 民族的歷史基因 佔有的徒弟 也就是說 不是中國人的徒弟 也不是英國人的 也不是美國人的徒弟 可是大湯海時代 他告訴了全世界的人 說不同的民族 只要我的船給你好 只要我的槍給你快 他就佔有 說我要佔就是要佔 這個是到現在 我作為一個第三世界 這是世界的 一個民族民族的 一個小小的知識分子 很大的一個感受 那麼大海伏母 也從這樣子的一個角度去看 我在當時在蘭嶼的時候 那麼神父和基督教在蘭嶼 基本上都普遍在 全世界任何的在 我從大溪地到 扩開冷扩開冷的 幾個三四個島 然後我到肥濟 我繞整個繞 不管是在蘭嶼還是南嶼 或是他的鄉下 十字架是不變的一個符號 不變的符號 十字架 他不單單是一個基督教 天主教 同時呢 他也是一個 Seven Days和摩門教的一個圖像 那麼十字架象徵的時候 是叫做另外一個叫做 西方的霸權 叫做公教的霸權 這是我的解釋 這是我的解釋 而實際上 他確實是帶來這種 他的本子 是在這方面 那麼洛馬比克說 神父 實際上是要帶他去台灣念書 可是他的父親 當時是也苦惱他 不能夠去台灣 因為當時說 他不信任所謂的神父 會帶來什麼樣的光明 他也不信任說 我的孩子到台灣念書 會變成是什麼樣的一個絕景 可是我的父親 因為洛馬比克的爸爸是我的小廚工 也就是說 是我祖父的弟弟 所以他們對他的人說 台灣都是壞人 所以不要這個孩子 不要去台灣 他也會變成壞人 而所謂的壞人的定義 基本上是這個民族 跟不同的民族相遇了之後 他超出了這個 島嶼民族的思維的 所謂好與壞的 那個價值的判斷 說他想像不出來 好人和壞人 在那邊已經超出 我們常規的那種判斷 所以說他一概稱之為 台灣是壞人 其實這個過程 在我成長的過程 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的爸爸也都是這樣 我的爸爸是不讓我親戀陶宗的 一模一樣的意思 那麼神父提供了一個誘因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們這些小孩子 未來你們長大 你們會改變你們的島嶼種種種種 可是這裡面來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也都叫做後現代 這裡面都是我在大海浮夢裡面 實際上所看到的一些事情 也是所碰到的事情 那麼去台灣之後 這個路馬皮克一對別人 是因為陰臭氧差的關係 因為工作的關係 他原來這女孩子要來揮揮揮揮揮 其實在對藍衣這邊 我要講這個所謂的孩子的問題 我們藍人對所謂結婚的儀式 戴什麼什麼那個 結婚的時候什麼那個 女孩子戴的是什麼 婚紗 婚紗、婚姻、前面的這些 藍人不描那些事情 那種凡文女婚根本不遺憾那種 因為那個太麻煩了 因為我們的觀念就是說 結婚這一個儀式 戀愛最重的目的是要生孩子 不是去重視那個凡文女婚 我們根本懷念那種 戴著婚紗 說你有點漂亮啊 當然現在 有不同的時代 本來去詮釋他的結婚的儀式 可是這個過程中 道出了 一對純純的愛的一對戀情 這裡面顯示的是另外一種問題 也就是說所謂的後輪 或是後來的飛機 其實所謂的後輪和飛機 對全世界所有的保育的民族 我們不可能說是他是帶來希望 也不敢說是他沒有帶來希望 可是從歷史的流動移動的過程中 基本上輪傳帶來的東西是什麼 可能是外地人 他是一個the other 也帶來了有一些外來的物資 進到這個島嶼 所以原來不是他的一個original material 不是他偏出的一些物資的東西 那麼這個敘述了 這個民族開始跟所謂的外面的社會的接觸 那輪傳的來和飛機的來 這個島嶼絕對不會回到越來越單純 只會越來越複雜 也會開始撕裂了這個島嶼的很多很多 現在正兵呢 這個正兵譬如說很多的 這個7-11 為什麼7-11要到南嶼 他們他們很多很多的立法院 很多立法委員 他們要請委員 我說你們不用請委員講 我真的說 誇下海口的時候 當我在返河的時候 我是返河的老大的時候 你們什麼時候關心我們 南嶼的核能非要 那7-11又算什麼東西 那7-11他現在的真正 叫做原住民的真正基本法是 你們一直在阻擋 合理化我們的土地 都是你們這些人 可是我反而說 你為什麼不去說 你作為台灣人的 你那個對弱勢民族的政客的爭議 你為什麼不來著我 所以那時候我就用三次進輝 所以裡面那些所謂的不法委員 那我要講這個部分 就思維一類論來了 所以基本上 在這個短短短短的說 老海人洛馬皮克 因為正式就說 在下我本人從小 開始去建立我的大海浮夢 這個大海浮夢 是一個我不敢說 是什麼樣的一本書 從文字的書寫來說 我不敢說它是好 不是它是不好 可是我想跟在座的朋友們 大海浮夢應該是 所有的華語作家 包括台灣 包括台灣原住民的作家 沒有辦法做的事情 這是我要跟在座的朋友們要講的 可是為什麼沒有辦法做的 每一個人在思考 一個小島民族 一個山裡面的小孩子 我們來去思考自己的未來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在自己居住的部落 可是平地是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社群的人 我們在對我來說 我就叫做 叫做 A rafting dream 我要浮出來我的夢 可是怎麼浮出來呢 那當然是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是 就叫做大海浮夢的話 所以我父親 他就是阻止我念書的人 他跟我的 我的那個小師傅一樣 說台灣都是壞人 可是他們的話 在座的朋友們 不要去判斷 這個他的 如何如何 不要用那裏判斷 說你們都是壞人 不要用這樣子的判斷 梵子 噤 等一下 我再演講 好 是你了 好 可以 從我父親的身體,我們來去看一看,現在的人,包括我自己本身,這個外國人拍我父親的說,是我這個年紀,已經快度是瘦了,然而他依然存在。 那麼這個敘述,很多很多可以敘述,就是一個高羽民族,他原來勞動的種種種種,最終的問題是他要生存,這個生存是簡單的生存,其實我可以,因為我父親這個接觸,當然我會比他多人往後,那我也知道我自己現在,我因為勞動的關係,我這樣一動,我這裡還不是現場的,但是因為我在造團的關係,可是這樣子的老人,在我這個年代, 他也是開始拒絕說,不要讓小孩子到台灣,當然對我來說,為什麼會有到台灣,我怎麼樣覺得一個,Wave in my brain,傷心不生的那個人物,我父親是,他有美麗的歌喉,有好的記憶力,有好的嘴巴,敘述故事的, 但是我家族是安排家,這些我姊姊十六歲,跟外神私分,這個都是叫做後現代的問題,其實說,如果沒有那個外神人的話,我姊姊也不會禮拜我的島嶼,然後痛恨我爸爸生,你為什麼不讓我嫁給外神,他說外神是王八道的民族,他們是沙人的民族,可是從他的角度,可是漢人予止殺死在中國大陸, 都是殺戀的歷史建築,中國的歷史史,我的認知是這樣子,這是我父親,我媽媽,這個是我成長的地方,可是這個不是我出生的地方,這是我原來的部落,當時我在小孩子,這個就是我成長的部落, 沒有電,一到晚上,月亮,它就是我們的日光的,其實這些月亮,我們都打赤腳,我們都不會踢到石頭的,那個眼睛都,那個腳上都有眼睛會腫瘋,會腫瘋,現在在座的朋友們,如果說包括巷子,一沒有凳的時候,大家都緊張得要命,何況那是平地,那你吃錯, 去走教學看看,所以不同的環境,有不同成長的過程,我們對環境的那種愛,多簡單講究,你們在很多很多平地在過生活的人,到山裡面,很多全世界所有住在都市裡面的人,沒有一個人會愛野性環境,沒有全世界的人沒有人愛,所謂的環境保護,全部都是假的,那個只是理論上的,如果說那些愛護動物的人,到山上他看到那個熊火, 大便都來不及用非人,還會愛護動物,這個叫原則明,你們不能殺不同的家族,在平地社會,全世界走的時候,都是叫我們去愛護動物,他們不能不要愛護動物,因為你們在平地的人所吃的豬肉,都是灌那個蘇士康的,快快長大的,那個雞都是三十天四十天,就灌那個燙飽,大家都開始吃這個,所以大家越來越肥,越來越肥的時候, 如果說很多年輕,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半萬年孩子,你三十幾歲,長大的時候,你會看你的肌肉,你脫一步胖胖,你的肌肉,真的是鬆鬆胖胖胖胖,那個都是吃那種食物,食物,食物,抗生素,所以在愛這個地球,是一個問題,這個是,我就是這樣長大,我們都是這樣長,這個是,這個都是我家土,這個是我爸爸, 就是他們是夯海家族,這是我的外祖母,這是我的外祖母,最疼我的外祖母,我在我五歲的時候,他,他做的,我非常想念他,這個結石的身體,一種一彎一種,從飢餓開始,其實是我第一章,是一種講飢餓,這個飢餓,並不一定是你肚子上的一個飢餓,等一下我會講這個飢餓的關係,這是我家族的傳,這個是我外祖父的傳, 那在這方面,為什麼我要說飢餓的童年,基本上,輪船來了之後,他帶來外來的物資,有一些部落裡面的吃等的人就會對外來的物資,非常非常有吸引力,那這些人就是跟漢人比較容易,容易相處,因為他在傳統的部落裡面,他本身是吃等的能力,就是說,他抓贏,都是人家抓五十條,一百條,他可能真的抓贏, 抓兩三條,伐木的時候,人家砍一顆就這樣砍,就不用休息,他要砍十次,才休息著,那種低等男人,要砍物材,最後砍二十公斤,人家要砍一百個公斤,這樣子砍,他不會砍,那是低等男人,可是他們遇到漢人的時候,他們嘴巴就會跟漢人非常非常的貼近,因為在我們當時島上的一些真正的男人,不跟這些漢人接觸的,只有那些 所以三等的男人以後,或是次等的男人,才會跟漢人在一起,在這方面,譬如說出了,我現在正在學了一個小孩,這是從飢餓的開始,飢餓有很多很多的一個解釋,就是外來物資為命來,外來人來的時候,有一種在地的文化,它原來的風雨,會被外來的在地的事物,包括這個我們所說的語言,它逐漸的稀釋了在地,它原來的,很自然的,用我們自己的語言作為溝通, 他人來的,我們開始使用另外一種語言作為溝通,包括一直到我們下一代湯,現在開始用華語來去溝通,這是另外一種飢餓的開始,這種你從這樣的一個角度,飢餓讓原來我們在地的文化,從風雨,從 affluence,它變變,慢慢變成,真的是變成了這個土耳,產多很多的解釋,那我從這樣的一個, 一個聚落,從這樣的一個民族成長,我在思考,從十歲開始思考,就繼續說,說神父,就是要我們到台灣念書,可是他這個選擇,成績好的孩子,男的女的,拿到台灣,結果他們在我們很多很多,比我們大三四歲的,都去台灣念書,後來,後來也都回到南語教書,可是在我的年紀的時候,因為, 我成績學校的成績不是很好,即使說小學畢業,我們班上有二十多個人,即使說我小學畢業,排不到南語的所謂第十語,那話說回來,所謂的學校的教育來了之後,他開始有了所謂的次序,這個次序叫做一二三四五六,我們在用一二三四五六的時候,我們是說,我們抓了幾條魚,一二三四五六,可是, 在學校的教育的制度,一二三四五六,是一種另類的階級的展示,他很聰明,他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在我們這個年級,包括同老師,我們年級,在我們,因為同老師是外省,我們學校的老師很多外省,本省的參參差,第一名我說,我現在正在寫另外一種小書, 可是,我班上的第一名,真的就是去被保重,台東師範學院,他從一年級,一直第一名到國中畢業,而真正的落馬筆克,老海人,他是天才,他從一年級到小學六年級,都是全部是第一名,可是他畢業的時候,難以國中還沒有成立,所以那個神父才要帶他去台灣念書,然後他自己知道,如果說, 他跨不過,所謂他自己的貧窮的想像,就是說,他要去跨八十海峽,我個人,我要跨過那個八十海峽,可是你做才要跨過那個八十海峽,我們這個過程中裡面,八個小時,九個小時,不是重要,那個跨過,那個時間不是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到了台東,我是不是可以考得上高中,因為我從十歲開始, 開始間諜中,這樣子長大,長大的時候,我從十歲開始看到學校的老師,國中的老師都表現得很好,我們在小學念書,我們的日子是非常恐怖的,學校的老師會讓我們恐怖去學校,因為他們體罰太嚴重了,到後來當然有些老師,是會被當地人打的半死,因為那體罰太嚴重了,那個還是真正,真的是不明其妙的一些體罰,那我 我在跨過這個事情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我的成績不好,不可能被神父缺血,到台東,台灣念書,不可能 然後在這個飢餓的開始,飢餓的童年,另外一種,後來我證實了另外一種飢餓的人,我要稱之為叫做佛化的生活 我說我那個同學,從小學到國中三年級,都是第一名,而我有一個堂弟,他教我兩歲 他也是從國小一年級,一直到國中畢業,全部都是第一名,可是他另外一個同學叫做魔幻生 但是我們從學校的教育制度來去看,他的一個模範生的意義叫做什麼呢 我的解釋不一定是正確,可是我的解釋是從後現代的解釋,從我是主角來去解釋這個模範生的意義叫做 百一國家教育制霸凌,然後百順他們的規則叫做魔幻生 就是沒有抵抗的能力,老是叫做七次大便,那個學生就叫做七次大便 他沒有反抗的力量,魔幻生的意義在我們的認知裡面,其他那些都是關乖台 可是這些魔幻生的道後來,我們證實了到現在,我們證實了那些魔幻生真的很貧窮 他的口袋是很豐富的,他的存款部,現在都已經退休了 二十三十年交入,他可能好幾百萬能夠退休 可是另外一個地方他是非常貧窮的,貧窮他蠻可憐的 我現在正在寫另外一類小說,就是所謂的一個 我不能說是一個厚職義的小說,還類似這首說 一個神經病的人就看他的老師,都不安心 我說我真的還會抓你 可是現在正在寫老師,你的首長比你的太太還嫩 什麼男人的首長呢,你連滑船都不會滑船 道船都不會滑船,拿不走,砍不走,都不會 你也不會抓影,也不會游泳,也不會種地瓜一斗 這個是另外一種魔幻生,你回到他原來的 這個民主社會的本質的時候,其實他是最貧窮的 也就是在野性環境裡面,他沒有適應的能力 無法生存,被羞辱 然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當這個神經病的人 包括洛馬皮特 包括我的資料達潘 他們去游泳的時候,他們的存款庫 他們不敢進去那個游泳 因為他們沒有存款庫 他們真的是市民 可是這些老師工作的公務人員都有錢 尤其是他們進出的 在相互的環境,在後殖民之後 產生了不同的人 他如果來去適應在相似的環境 外來人的時候,那個適應的耐力 或者是另外在野性環境的那種嫩性 那種resilience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要講到一個飢餓 在第一章是反映的 這個民族所在面對的 比起越來越多 這個民族沒辦法圖擋 包括政治的 包括土地的 包括社區的 包括冰箱的 這些都沒辦法拒絕 在民國71年 也就是民國1983年的時候 之前我們在那裡還沒有電 所以從我成長 一直到我高中畢業 我們到晚上 都是還沒有電 可是對我來說的話 我走過去不怕活動 然後小學他們帶給我的 所有的老師的形象 都是一個負面 其實這個負面 我不能說是 我的這方面比較敏感 還是某些學校的老師 他自己本身 帶有那種虐待苦的 一些性格傾向 真的很多很多 在我真實的記憶 在我真實的記憶 我們幾個同學 抓青蛙給老師 因為我們不吃青蛙鰻魚 我們的父母其實說 吃青蛙鰻魚的人 是低等人類 我們盡量抓青蛙鰻魚 賣給漢人 賣給法人 因為他們是低等人類 盡量吃盡量吃盡量吃 不同的價值觀 我們還要幫他們做 那麼這個過程 一個小孩子 假設 您是另外一個名字 你跑到美國 或是你跑到法國 他們那邊的 所謂的種族騎士 真的很動的話 你會反思到 自己的角色是什麼 所以你會想說 我要努力 我怎麼去跨過這個部分 所以我從小學 四年級的時候 我就開始煩 煩 煩所謂體制的東西 一直到現在 我還在煩 這個是我太太最重我的地方 我好幾次人工作 就是說 一個月都是十多萬的 在政府部門 我說我不要去 我太太跪下來說 我說 你們去上班 你去一年 一個月都是十多萬 我說 八十五月不要去 我太太哭我也不會去 我溜到這個年級 我太太打我一巴掌 我寧願下海 不要去拿那個錢 他很多很多的一些狀況 這個是從小我被環境孕育的 就是說 再反所謂的很多很多 這個國家如何如何在乎 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過程中 我跨不到 到台灣之後 我實現了我考上高中 當然我的英文不好 到現在我的英文不好 我念法文 到我的法文也不好 我念日文也念不起來了 反正念英文 念法文 念日文 念英文 念中文都是不好 都是在 如果說有標準叫做六十分的話 我幾乎都是在四十分的程度 包括我們在學校寫那個作文 甚至我在念淡江大學的時候 我們在寫作文 那個大學博恩老師是外神 我們寫寫作文 我看我的同學的作文 我是八九十分 我一看 我怎麼一個人是六十八分 每一次寫作文 就是我是一個六十八分 奇怪 到底我的腦袋有問題 還是他們的腦袋有問題 開始去做對比 可是事實證明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這幾個月來 我現在跟我大學同學開始聯繫上來 開始聯繫上來的時候 他們知道 我那個藍營的那個朋友 叫我嚇到南方 他說 八八蛋 你現在是變成迷人 你說 你出的是那麼多 我們這些人都不敢出處 這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另外一回事 是要從哪裡講的 也就是說 你敢容易挑戰的人 你就會擁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你是那種霸凌百順的那種孩子的模範生的話 請你這一生不要寫回憶錄 因為你沒有什麼好吃的回憶的 人家叫你做什麼 你去做什麼 可是為什麼現在 全世界的一些迷人他寫的回憶錄 為什麼可以紀錄全世界很多很多的 他就是容易挑戰 容易挑戰才會知道很多很多的一個幸福 那我這樣的一個成長的環境 我想說同學們 就是說 我是一九五七年出生的 民國四四六年出生的 在這樣的環境成長 那什麼樣的一個因素 說 他把我拉到這 或是來來 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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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 紀錄 紀錄不一定是隨意的 不比向我紀錄 叫做求知欲望的 還有那種紀錄 其實我唸大學 唸人類學 我都不在意那個所謂的有幾分數 不在意 我們在清單念人類學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看英文 有時候看不太多 然後就是要寫報告 然後做對話 做對話的時候 老人我剛剛翻譯了 那一個部分錯了 請你糾正一下 很鬧魁 所以一直要唸 一直要唸 可是所有的分數對我來說是沒有意義 這是從我小學說 你八九十分 我是五六十分 這個意義對分數對我來說是 它只是一個數字 可是我從小學已經決定 我靠我自己叫做 這一生要靠我自己叫做自討苦實 叫做苦行生 所以我在學校的成績 一直不好 可是出來的時候 他們在學校很優秀的 遇到他社會的時候 你講什麼 你什麼常識啊 笨蛋 一點常識都不可以用羞辱 那我要拼問的時候 從小學這個事情 也發生了一個 到現在原住民社會裡面 還是不會改變的 是師範學院師專畢業的 師範大學畢業的 到現在很多都是我這個年齡層次的 我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常識非常非常的貧窮 他說大學在哪裡啊 大陸在哪裡 大陸在哪裡 你不知道 你不是小學老師嗎 連大陸都不知道 這是開玩笑 我講的是他們的一個知識貧窮 常識貧窮 守著很多很多的退休金 他一對夫妻 他看自己流浪到菲律賓嗎 到英國嗎 或者是到任何一個小小的 到美國嗎 他敢嗎 不敢 所以師範系統 這個體制 對原住民來說的話 他的我的結論 就是這個系統 製造了原住民的 所謂的 批判能力的貧窮 印象思考的貧窮 這是我當初的答案 所以 可是 剛剛大學要畢業的時候 三年級的時候 我肚子飢餓 三天沒吃飯 三天沒吃飯 我就拿拍一顆木槌炮 這個 這個就是 剛剛那個電影裡面 不是有樹嗎 我們做那個就是 做那個馬 可是現在 那是我們民族的習慣 你看到一棵樹這樣子 在外面 在不是一般的人家的 是有土地的營地 你看到其他的山口 看到很好的樹 你要拿來造船 或是蓋房子 你會做一個麥克 人家看到這棵樹有麥克的時候 人家他不會再把你的麥克 削到放他的麥克 因為我們有 叫做 樹神的倫理 因為你先看到 所以我們 這種倫理貨 它自動在我們 原初的社會裡面流動 這個不單單是 我們對生態植物的尊重 尊重那個 先看到這棵樹的那個男人 而這一個邏輯在我們現在 還在流動 負責 我大學三年去 三天每次都好 也沒辦法殺傷的 我去刺 我一直 爸爸你為什麼沒有錢 爸爸你為什麼沒有錢 刺很深 因為我一直哭啊 爸爸你為什麼不那麼窮啊 為什麼不給我錢 我一直虧 我一直 然後 飢餓 弄到 空頓的時候 就睡著 我非得還是要去面對 跟昨天一樣的太陽 所以 在國立自己 在國立自己 大學畢業 我靠我自己 根本 當時我想同老師也知道 我六十五年高中畢業 我六十八年那一年 我考得非常好 可是因為也是飢餓 我住永康街 走路到北藝林考試 我也是三天 沒有吃飯 沒化卡的力量都沒有 可是我還是堅持去乞討 沒有力量 我還知道那些答案 可是就是沒有力量 握錢 沒有力量 握 就會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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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我才講是至少不知 可是 再但這樣吃完 很挫巧的 我回去 跟我回到藍林 孩子跟我父母親 在作為一個 已經為人父的 一個達悟的男人 我的媽媽說話 被漂白的 就是他的 連面向台灣人 這個男人 是他的孩子 他的意思是 也是被漢法的孩子 一直在羞辱我 你會抓你嗎 我的舌頭很癢 我根本聽不懂他講的話 孩子 我的舌頭很癢 你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當時我剛回去 可是 在所有的 華語系統裡面 我們去看 所有的博語的課本 所有的古典的文學 如果說有一句話說 我的舌頭很癢 如果說漢人解釋的話 那是什麼意思 那個可能你的舌頭有病了 因為你的舌頭很癢 可是我的名字說 媽媽講說 我隔壁家的姐姐就說 媽媽的舌頭很癢 的意思就是 他想吃魚 所以說 你是男人 要幫媽媽抓魚 所以他說 他的舌頭很癢 是叫你去抓魚 為他抓魚 原來 這個開始 我慢慢理解到 原來我的民族的語言 跟這個自然的環境 就像我成長的 這個國說 過程中都是貼近的 可是在台灣這樣十六年 他切割了我這個領域 他讓我對我原來的原陌生化 他原來對我的父母親的 所有的祭典的意思 被陌生化 原來的所謂的非語氣節 是這個民族的核心的說 我當時已經開始 開始描述自己的 所有的文化的記憶 好像說聖誕節才是 非常正確的一個節目 可是我跟我父母親 開始過生活的時候 原來我成長的那個地方 才是世界 我的中心 於是我的飢餓 開始轉變成另外一種夢 而這個夢 其實我在小學四年九的夢 考高中考大學 畢業了 這個是我從小學 我的夢 我都達到了 達到了之後又怎麼樣呢 考上大學 我回到哪裡 在台灣在那個時候 像童老師他們那個時候 考上台大 他家人真的是拼包一大串 沒有人連放屁我都不敢放 所以知道你念大學 考大學是什麼意義 所以呢大學 所謂在台灣念書 是另外一個非常遙遠的想像 對我的工作來說 我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我一直在調適我自己 後來回去了之後呢 我開始抓銀 從潛水抓銀 從潛水抓銀 從一公尺兩公尺 經常被惡靈消遣的 這樣的一個男人 我克服 我一定要克服 不要被惡靈消遣 惡靈消遣的意思就是說 自己心裡很害怕 你這個男人潛水 你害怕 你抓得到魚嗎 那如果說麻煩再說一句話說 我的舌頭很癢的孩子 難道我有錢去跟人家買魚嗎 我也不是老師 我沒有錢 我沒有錢 好了 我太太說 我的舌頭也很癢了 兩個女兒也 她舌頭也很癢了 開始去克服自己在海裡面的那個恐懼 開始克服 從晚上開始學習 因為晚上沒有人 沒有人看到我錢多深 可是我們當時的 當時的那個部落的環境 你拿藏的魚槍 那些人是很厲害的 我連魚槍都不會製作 我不可能拖人家 做小小的 小小的那個晚上躲起來 自己在海裡面練習 當然不是說那個還是黑黑的 可是你還是有那個手電的 從這樣潛的開始 不是開始去抓眼 而是現在去克服自己的恐懼 就像說 我跟我同學 從台東坐火車到高雄 為什麼不念高雄示範學院 因為我的哥哥他們 都說從西部回來的時候 他們高雄那邊是一個流氓的城市 你不能去高雄 所以我就也是拒絕念高雄示範學院 就是這樣念 因為當時我的那個印象 就說高雄是流氓的城市 我就沒有去 後來真的很多流氓 兩雙無湯的票 可是我從高雄火車上跟我同學坐火車 坐到台北 我們也不會買買票 那個數字都看得懂 可是到哪裡到哪裡都根本不知道 反正就有一個數字高雄騎到台北騎起來 這個還看得懂 可是它是快車還是普通車內 根本都看不懂 我們就買 結果買到最普通的那個火車到台北 十二個小時 這個裡面呢 全部都是一個陌生的世界 帶來的是我們作為一個元素民主 是另外一種在不同的環境 一種恐懼的產生 還真的是就像是我父母親 我俗工他們的 真的是台灣在那邊 很多很多的壞人 而這些很多的壞人 在我二十歲的時候 我真的證實了 心部很多很多的壞人 我們在搬汽水的時候 多抱我們這些華人論 台語的三之經 真的很多壞人能做好 所以我稱你們的是 戀子跟正常人 不是稱你們的 當時的 那回去的時候 一樣的環境 可是這個一樣的環境 這些已經變成了國民主宰 我們的小孩子 已經開始穿 所謂的瓷尿褲 肩開 開始穿那種 然而我們在面對的是 一樣的環境 一樣的文化 當時我的父母親 已經老了很多 所以我開始 潛水出來 然後再想一想 我還有一些夢要時間 這個過程是許多年 我再靠自己去考 跑清華大學 念人論學 我說 這個過程 沒有 我這一生 沒有人曾經給 這個東西給你 沒有 是要靠自己努力 才會抓 才會拿得到 魔幻師 他不用做工 有人就會給他錢 因為他是老師 因為被保存到 示範人 示範大學 示範學院 所以成績不怎樣 可是他的命格 就是被安慰 也是被一般的人 接受他的命格 所以很多人都很討厭 我們是因為 我不是被喜歡的 那一類情人 回到我來 這樣的過程 去念自己的時候 我還有一個夢 從小的夢 也是十歲的夢 叫做去人太平 去人太平 去人太平 我還是要去衍生 某一種機會 完全是不熟悉 我想總老師是念人類學的 我花了半年的時間 去看南島民族的 所謂的民主制 都靠他們到所謂的 所謂的真正的海洋 就是到後來 他們用這樣子航海的 這很多東西 可是我為什麼要到南亞 南太平洋呢 我有一直夢想 我們的傳說 我爸爸 我到蘇哥說 那裡有一群人都是 我們的話叫做 尼馬南瑞 尼馬南瑞就是高高壯壯 大大 我在1997年 為了 為了反 叫做 Russian 2000 那是在大西地 我們來去反 反那個 所謂的 華國政府在大西地 有一個島嶼 包括東華和那個 Muroro Island 他是一個 是一個環州 他們在那邊 核子時報 在1995年的6月13號 然後1997年 我去那天 跟他們有一個 叫做 島嶼聯盟 我們去反 可是我看到那些 大西地的人 真的就像我民主 一八戶 一九戶 那那個 這個時候 就是我這個 他們這個 他們不是健身宴出來的 他天生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們吃 他們吃壁頭 然後這些人 我在看的時候 原來 在我民主的記憶 我個人成長的記憶 他們就是我原來的親戚 可是在這邊 我到大西地的時候 他們的話就有這個 他就說 我是大西地人 他說 他就這樣說 他們講法文 他說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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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西地人 他說 愛你大西地的人 他的意思是這樣 他就這樣 他說 你是不是大西地人 我說 不肯 台灣 我是台灣人 發現到這一群人 我們有一些語言的像是 我證實 其實那個時候 我剛剛有句說 也證實我這一點 但是莫名其妙 我為什麼要證實這一點 我也不是要搞 所有人類學的理論 可是有一種夢 就把我牽到那邊去 我不牽 我這一次會很痛苦 我是那種人 不實現我的夢 這些木頭 都會被我打壞 所以這一定要實現 可是我牽那邊 沒有牽 那我太太說 你去那邊是先吃妹吧 反正你也不關我們的話 孩子也熱錢過的時候 你不關 你回去那邊 我太太有時候很兇啊 你走吧 好 我去走 帶著不被家裡的女人 祝福的男人的心 走 一樣帶著貧窮的願望過去那邊 發現一些問題 這些態度都是後製的 這些小孩子也因為 他們的英文的進入 他們的發文的進入 他們在我們這個時代 也拾起了他們的一本 original language 也拾起了他們原初的語言 我去的時候 這些小孩子也是 開始學習他們的 一樣的道德 這些有白人 也是旁邊這個是 我的房東 我的房東是很可愛的 一個老人 這個是當時在 這些都是槍斧 如果說同學們 可以買大海蜂蜂的話 請 我講的那麼多 看一看那個 我白眼的大海蜂蜂 也算是對我回饋 來彼此做一個交流 我要去找這些小孩子 這些小孩子我去的時候 他們的年紀是16歲到19歲 他們是四川槍斧 他們很多很多的小孩子 他們的父母親 或是他們的妹妹說 大海上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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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幾個人都是這樣子講 可是他們一看到從那個 巴拿馬的那個 那個港口要出海到 所謂的那個 大溪地 或者到那個 Raratonga 或是Cook Island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他們是布魯拜 叫做 每一個國家的經濟海域 他們布魯拜 可是一到海而開 一出港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想躲在船上 每一個人都跳水 那個船一開出去的時候 這些人全部跳下去 爬上原來的港口 後來那個台灣人說 他們怎麼跑回去 原來的海 對他們來說 我不是男人 我不是海上的男人 就回去了 而船上裡面 陸地上的他們的一些經理 又把他們抓回來 因此他們再回到船上 上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淚水 就是媽媽給他多少個原來 他就有多少個淚水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媽媽給他多少個淚水 他就全部哭開了 那個意思 傳聞的解釋說 沒有後悔的可以哭 一直哭一直哭 每一個人到了海上 從巴拿馬的港口 一直吐一直吐 吐二十天 到了那場 叫做Cook Island 他有一個大人 叫做Raraconda Island 他到了那邊 一路散步 可是這些小孩子 當時是跟我小孩子一樣大 可是什麼樣的力量 又把這些小孩子 從四川的鄉土 內陸的小島 內陸的一個小居住 到成都 在成都 學習三個夜的游泳 連所謂CPR都不會的 然後幾個小孩子 各自從不同的時間 兩個人坐火車 坐到廣州 再從白米機場 坐到大馬適格 再從大馬適格 再從大馬適格 坐回去 坐到那個 科倫比亞的 那個國際機場 那個兩個人 都不懂中文 都不懂英文 只有那個禁道 那上面有他們說 上面 他們有那個 用中文寫說 他就給韓吉利 很多人就戴韓吉利 可是他們 用什麼樣的一個勇氣 那個力量 從這樣的地方 到那個 叫做貧窮 這些人的父母親 在大陸 都是貧窮 他的貧窮 他被逼離開 他成長的一個地方 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讓他更貧窮的 陌生的地方 叫做海洋 一看到海洋 因為陶會晃 他們都不會小便耶 因為陸地的人 陸地的人 在陸地上小便的時候 那個地不會動啊 所以你小便都很容易啊 大家 這些人在捷運上廁所 都很容易啊 可是他們在船上那個船 一直這樣子耶 每一個人都 都憋大便 憋了一個禮拜 都不知道怎麼上廁所 船長只好給他們吃洩藥 那個才會通 然後怎麼叫他們在船上上廁所 哎呀 這很精彩 可是我就是要找這些人 而這些人為什麼要找 因為我從從我 我開始書寫的時候 我要寫一本長篇的小說 就是海洋 另外一種海洋文學 就是源自於到海上 我要寫 我已經開始準備寫 所以我不是用一種想像 來去建構我的小說的劇情 那麼這些 另外一群人這些白人 這些這個是大陸人 其實這些人 就像說在蘭域的那些漢人 他們開始寄予我們的土地 一樣 一樣 這些是一樣 這個是他們這些小孩子抓的 他們真的是對我來說 是 哇 真的有一點懷念他們 這個是我的皇宮 這是 後面是一個環郊很美麗的地方 這是我去一個醫院打工 做當志工的時候 在那邊跟醫院的草 這些小孩子 他們要出海了 他們要出海了 我在陸地上 哎呀 我遇下來了 我們要出了 你們保證 我說 保證 可是那一瞬間 很莫名其妙 我們彼此之間 都留著人性的內心 都留著人性的內心 這些人 這些人 這個人 還有另外一個人 這個就是說 那個同法師 他們有一次從那個夏威夷 斯杭哈海當那個 Cook Island Rarotonga 其中的那邊 其中的一個人 而他們那幾個人 我都都不理見 可是 後來一見他們說 憑我的良心來說的話 他們的現代性的知識 是貧窮 可是他們看心心是厲害 這是另外一個台灣人 在北京 他很照顧我的人 這個是一個 一個北京的人 移動到加拿大過生活 很多很多 這個是因為 赌博 他又跟台灣的 再親三年的賣生器 這個是在 在他們那個 航海語 這個是金槍語 叫做雜語 這些雜語 都是拿來 做什麼 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我在北京 最後一天的時候 我們叫Kava Kava的意思 它是一種樹根的 它是中空的那個根莖 它裡面的那個根 他們就拿來曬乾 曬乾就磨成粉 因為啤酒 你要花錢買很貴 可是Kava 他們可以做很便宜 他就放那個 小孩子洗澡粉 有沒有 他就放那個水 他就一直抹那個Kava的粉 一直抹一直放水一直抹 可是我們只有一個杯子 就是葉子條 所以它就像那個 布隆土喝酒的那個形式 你一杯一杯一杯 他那個沒有說是 你贊給你吃虧 可是我們喝了一句 一直喝完了 大的那個洗澡粉 可是你的那個 那個腦子或那個心頭 還是很清醒 可是你站起來會倒 會醉 就是你的腦袋很清楚 它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我們喝啤酒喝多了以後 話文講說 就是 越來越囉嗦 因為那個酒精 會刺激你的腦袋 刺激你的手 你看到你 那個旁邊的 他就開始囉嗦 你開始發現他差不多已經 四分五分醉了 可是喝Kava呢 你很想說話 可是那個舌頭會硬硬的 會讓你不想講話 所以我們喝到最後的時候 現在很安靜 後來我就沾一點 坐飛機 坐到阿布蘭 這樣再喝了 怎麼喝 我們到幾點 那個頭髮書 我們到幾點 那個頭髮書 八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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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可以留二十張讓大家 好 那我 我很快地講那個大海福幕的第三章 我從南太平洋回來的時候 日本人又來招 這個是真正的是反骨傳 有很多照片 我沒有寫出來 這個就是說 真的是一個 的航海 是這個 航海 因為 這個是我過程中 這些有一年 這個是日本人 就是Yamamoto 這個是 這個超個五六級的 五六級的浪 這個很危險 那我的意思說 是不是同學 可以幫我弄那個 Google Map 這裡有那個Google Map 可以上嗎 我稍微講 這個是 這些是我航海的過程中 很驚險 這個 這些很驚險 是 後來我稱之為 有人論學者 或是 或是文學家 到達不了的地方 下面你們突然說到達 不是說吃雞 東海 沒有那個意思 就是這樣子 可以放那個 阿公公面 嗎 因為同學們 其實這樣的一個圖片 如果說 你們可以 可以稍微 愛我 可以去門大海 服夢的話 因為很厚 那個 因為大家 做文字 真的很累 可以嗎 可以 你們可以 也是 可以 只能不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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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沒有 我 沒有 你弄得很快 你先下來 你讓它跑出來 你讓大家談對一下 我剛剛一直講五管頁一下 那個飯家如果我們沒有翻 我們也翻一下 就知道五管頁可是非常好看 我一個晚上在跟那個 是前面三章 謝謝童老师 我的文字不好 可是知道你要講 那個啊 我一要幫他的 那個他把子 那個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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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又 那 我 就 我 那是 這個島嶼就叫做蘇拉維西島嶼 我從巴厘島坐飛機坐到這邊有一個城市叫做馬喀薩 馬喀薩從這邊再坐火車 坐車子應該是 坐到這邊差不多六七個小時 我們在這邊造船在雕刻的船 然後我航海的地方 從這裡開始 馬喀薩繞著這個 一直繞 繞繞 然後 繞十多天到這邊 叫這個地方叫做馬喀羅 馬喀羅他有一個國際機場 然後這個國際機場 他在那邊你可以飛一飛到加哈塔 可以飛一飛到那個香港 你可以飛到馬喀羅或山芳達 他會有地方 可是這一路上 這一路上 滿好玩的 因為我們的那個船就是靠風 這個蠟燭 這個蠟燭 怎麼可以知道 蠟燭 我是船上的那個少爺 當然是老少爺 我每天早上坐之後 他們應一傳言就會燒那個咖啡 可是這個咖啡 他們那個那個過例子 就是那個咖啡直接泡在我的鋼杯 所以你要讓他沉澱 沉澱 他們第一次第一杯給我的時候 幾乎那個咖啡渣 就是咖啡粉 他那個糖一樣多 所以我一喝第一個 幾乎喝糖漿 把我們塗上退一下 因為後來他們每一天 比如說給我一杯兩杯的時候 我就一個煙給你 就是一個一個泡 做一個教育 所以在船上要尊重他們 他們是穆斯林的 或是旁邊隨時都要放那個匕首 真的會很危險 所以我一次摸我的刀子 他們就看到這個傢伙不能忍 旁邊有很低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這個過程中到了馬那羅之後 所謂的海洋民主 在碰到不同的海洋民主 即使是他們都是從小在海上長大 可是他們不成功 跟外國人一同在船上 那個意思就是說 我是外國人 那個日本人也是外國人 可是我們不是穆斯林 所以他們在做宗教儀式的時候 從我的角度 我賦予最大的尊重 我也會跟他們稍微 稍微做一種表演式的 說 這些穆斯林的這些海人 基本上是穩滿 所以你對他好 他會對你更好 然後最恐怖的說是 他們在海上沒有知識 因為有時候他們做作業的時候 他們是有機動船 他不關你天氣的好壞 所以那個天氣啊風雲啊 他們都非常非常的貧窮的知識 那日本人他很依賴我 小彎子怎麼樣子啊 我說看一層 差不多好 我們靠路邊 靠近島嶼 其實是那個日本人 雖然他是航海冒險家 可是他一看到我的身體 我的眼睛 我整個在寧靜的時候 這個身體的氣氛 是跟你們不一樣的 就是說 大家如果說 同樣的一個朋友們 我們站在海上的時候 還會鑑定你不是海洋民主 不是我們在物地上講的 海上他就會鑑定你 因為 你說我剛剛跟你講 說你在海上要上廁所小便 不容易聊 所以我們來說是非常容易 我可以跳在海裡面解辯啊 都可以 可是你怎麼爬上 你連跳下去 一看都是黑黑的海底 你跳下去 你都不敢了 你還想上什麼 可是還會叫你 你不是海洋民主 請你乖乖地回入地國師父 在馬那樓 我發生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 就是說 這些人口那麼多 可是這個城市 他很大的一個城 人口非常擁擠 你經過的時候 他會有那個路障 就是在地的那個土流氓 你經過的時候 十塊 一百塊給他 你不經過 他自己設置的那個柵欄 就是說自己做路爆 這些人 不同的人不同的民主 在那邊開始講話 那麼在這邊 另外我看到了 這個城市的外圍都有 印度教佛教穆斯林 天教基督教 每一天早上 每一天早上的音樂互相比 誰的音頻最高 誰的那個音響最大 互相比 從這邊我看到 印度上 所有的所有的部落 多有不同的宗教 都在所謂的不同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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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因應開始 所以我經過的地方 我在 那時候我在這裡做那個船 調科那個船的時候 我一面再來抓飛魚 釣鬼頭刀魚 我時間到了 我就去來台北 探望我小孩子 然後到成功大學 教原作品文學與文化 教完了以後 再做回去 做到印尼 這樣三個月 這樣是三個月 我太太說 你剛從南台北上回來 你又要去 你可以休息嗎 我沒有辦法講話 我要走就是要走 你也不能阻擋我 他又開始罵我 你這個爛男人 爛夢想 哇 他那時候他一生氣的時候 他只是不會拿 不會扎瓶子而已 他只是我說 爛男人 爛夢想 我們四個東西 四個七十千 那個航海的夢想 你回來 那個錢會一大堆嗎 拿你的那個錢給我 沒有錢 好啦給你五萬塊 好六萬塊給你 我身上沒有錢 只有飛機票到那天去 這個叫做挑戰 可是跟誰挑戰你 我幹嘛 自討苦自己 挑戰自己的苦 真的是我腦袋有 說自己 那個有一個朋友說 你腦袋有沒問題啊 還好很正常 很正常 所以才會寫書 有一個人 在這邊 我們在休息 在整理那個場 我就問那個旅社的人 說 因為只有我和日本人 住旅社 他們是住在那個場上 我就問說 這裡有沒有台灣人 有 所以就在這邊 叫做 這個叫做 叫做 這個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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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叫做 叫做 叫 禅 孕 我 我不是真正的講三次進來 我講那個狀況 請你們不要罵我說 幹你你來這裡做什麼 幹你你來這裡找什麼 好 我們去找 他們知道我 他們在台灣已經知道我 他們是做那個逾越的 這個剛好有很多的阿妹子 可是我不想看到阿妹子 我會留言的 我們就聊一聊 他們說 請問 你不要去那邊 我說 去哪裡 你不要去這裡 你不要去這裡 這個道道 這個是 Silver Sea 可是他們當時這裡 這個叫做 Solo Street 就是蘇陸海峽 這個是當時有名的海盜 出沒的地方 很多澳洲的人 都是從這裡經過 可是他們不敢從這裡經過 是從這裡經過 從民洞過去到菲律賓 可是我們要跨過這個地方 然後到這裡 會有海盜 碰到 那些海盜 是開著那個水上摩托車 可是他的後面還有那個風帆 就是說我們那個 那個什麼沖浪風帆 因為很遠的距離 他不可能一直加油 碰到可以的船的時候 他們就加油 平常他們就有那個 我們叫他 來來來來 看到我們的船的時候 然後又有吊科 這個是另外一種海盜 他們都不敢來 可是真的很怕 然後在這裡面 真的很怕 可是我的那個靈魂 沒有害怕 我認為是就安全 在這個航程過程中 四天看不到導影 這四天看不到導影的時候 你的船就像在靈魂的中央 理解齁 就是那個 就是三十二個方位 都是等同的距離 你的船在中間 你看不到導影的時候 你好像跟地球一起移動 很恐怖那個感覺 很恐怖 很像是神都看不到的意思 真的是 一夜扁的時候 哇 真的很恐怖 還好 我還是要不說 我是男人的 大陸你男人 不能害怕 那些英靈的 有時候我們開船 碰到兩隻海盜的時候 那時候 我覺得就很安心 這裡 我就 我就 神念 我們從這裡走 然後從這裡一直航海到這裡 這裡有一個叫做 印尼的那個海洋國家公園 他們就所謂的金沙他們在樣子 然後在這個 這裡我多經紀錄過 一看過這個 這個摩托教海的 這裡的人就不太一樣 他們這裡有些 那些人種的頭髮 就比較捲捲 很像那個 尼卡爾多年那種人種 他們很多那個頭髮捲捲 然後 然後我在這裡下船 這裡叫做 他們的地方叫做 迦亞布拉 這個城市叫做迦亞布拉 這個城市呢 印尼的記者要幫我買機票的時候 那個李信社 喔 小滿男朋友來喔 是啊 然後 他說 你不用付錢 我來付這個錢 那個 李信社的老闆呢 就說 這個是給小滿男朋友 投騰倉的那個機票 我說 為什麼 他說 在我是台大外文系 北印尼畢業的 我聽過他的人講 這裡有任海親生 我又看過他 叫他不用付錢 任海親生 我說 感謝任海親生 我還有讀者在那裡 他就給我那個 那個 那個頭髮上的那個 那個機票 我從這裡坐飛機 在坐飛機 坐到馬卡薩 這裡花一天 我就是繞著 到那邊要花一個月 我自己問自己 是神經病了 所以我太太才說 這個夢想是非常爛 然而這裡的名詞 是不同的 這裡的名詞 也不同的 可是他們是說 印尼話 他有很多很多 他們自己的語言 這個爛 他們是旁邊是 PNG PNG 是他們是 有很多很多的相似的語言 可是這個地區 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說的話 他原來地區 屬於 波羅尼西亞 是很多很多 是像阿美之毛利人 很多很多 是跟他們長相 他們是有一部分 說的 所謂的波羅尼西亞 人種的 到這邊的時候 我結束我的行程 我忘了那個書裡的時候 還是就結束了 可是我回到 回到 這簡單的話 回到台灣 那時候 到了忠正氣場 到了忠正氣場 因為 我沒有什麼行李 只有一點用我偷的 因為我有抽驗的情況 可是我身上 只有剩下 三十塊台幣 所以我不可能 我走出 忠正氣場 很快的氣場 因為我打電話 給我太太說 你們來氣場 借我 因為我的靈魂很激 我想看到你 我的太太說 真的還是假的 反正你們來氣場 就對了 我的靈魂要跟我 交給我們的家人 你知道我們系數是這樣 好的 我們去忠正氣場 去接我 因為我在看這邊 我的小孩子 他們是在那邊 看看在那邊 有沒有我的朋友 我的小孩子 我就經過 其實我經過 我家人的面前 他們根本不知道 二十分鐘的時候 都出來了 孩子 我爸爸到底有沒有坐錯飛機啊 我去找他 哎呀 他等一下會來了 我在外面走來走去 我要再找我的小孩子 然後再走 大家都 中間機場這樣 我要到這邊抽煙 然後小孩子 小年就走出去 媽媽 那個樣子很像 爸爸的走路的樣子 對 那個是你爸爸的走路的樣子 什麼 什麼理想 爛理想還會回來 叫你爸爸來這樣 我想 對我太大的話 牽著你走 還可以過來 這麼爛理想 你得到什麼東西 你看那個聖經 髒得要命 跟黑人很髒 因為太黑了 我小孩子 我以前看他們親自 扶子亂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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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 那有錢 那就沒有 沒有錢 依然貧窮 能不能實現 對我的真正的一個答案 不是一個貧窮兩個字 而是貧窮背後裡面 我作為一個原子民的作教 我作為一個台灣的作教 我作為海洋文學的作教 我作為一個大陸人 我要堅持的是什麼 一種毅力 一個堅持 是一個 不意思一點 是一種任性 那我的目標是在哪裡 如果說台灣的原子民的作家 包括台灣的作家 真的都是那麽弱的話 都不敢去挑戰什麼作家 大家都在那邊 你想說台灣文學的作家 在這個世界你要先是什麼 你在碰碰大陸的文學作品的時候 台灣的作家贏得立場是什麼 你要跟他們區別是什麼 No 有 夏曼在 有在 有我在 這個是要追求 從文學的角度來說 其實我發展的是 另外一種 書學人類學是 它是非理論的 可是它是可以被業 帶領著 不管是你從社會學的角度 從人類學的角度 從島嶼文學的角度 從文學的角度 我的作品 似乎在透露著 人和環境之間的那個 這種 相互依存的 在文文裡面 我可以看到 而這種 interdependent human and nature 所有的台灣之間 包括大陸都要 寫不出來 這個叫做 饑餓的夢 這個饑餓的夢 繼續前進 我扶持花道到此 謝謝各位 這本官夏曼先生 從本來就有畫人的辦法 比較禮貌 他今天的內容 基本上是幫我們 帶入他這本書的背景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繼續在看這本書 那如果大家聽到 因為他跳的 他的活動範圍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他給我們背景 從他小時候為什麼 他一直講飢餓 飢餓是他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 飢餓另外一個是講得更具體一點 到目前他說的貧窮 所以他都是用一個負面 一個什麼東西缺了一個什麼東西的腳步來講 他沒有 其實他沒有直接說出來他的夢想是什麼 可是他一直在嘲笑別人都在飢餓 都沒有碰巧 所以他是用一個趁後 一個對比的方式來講出來 要避免飢餓 這樣子的一種處境 那他從他小時候開始講 然後中間講到蘇拉維西 講到庫特尋找 講到大西 有些多百人如果沒有看過的書 或者是他到現在的傳 他的行腳尋求的過程沒有那麼熟悉 可能很糊塗 也許就可以跟他 對 如果大家聽到也不太明白 你覺得很有趣 要多一點 可以直接就問一下 他叫先生 他叫先生 先生的爸爸 他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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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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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我是一個陽明大學的學生 然後其實我有看過大野福夢 前幾天來看完 然後我一直有一個疑問 覺得很奇怪 是就是在書裡面寫到說 原本好像航行的計畫目標 是要到洛杉磯還是哪個地方 可是到最後中途就停在 老師你剛才講的那個島裡 然後在書裡面其實沒有很詳細的說明說 那個理由是什麼 那是因為老師 你覺得就是 你的那個夢想大概就是 已經被你完成了嗎 為什麼就是沒有繼續一直航行 然後跨越整個大溪這樣子 魯比斯講的 這個話是很容易的 可是你在海上的話就很容易 非常非常 然後有一個知識叫做 一個地理環境的知識 他是我們是在那個 就是刺到 刺到南北尾的地方 可是你在那個 NUTENIALS P&D的時候 你也超過7月 那個信封就開始了 就是你航海的時候 你是跟他一直線 你走不 你沒有辦法前進 所以當時的那個計畫 是我們到那個P&D 或是應該是 撒旦 黃日正在P&D的時候 到達那邊的時候 應該是在五月份 五月份 然後進入到那個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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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問題來了 我平時 我陪了一個日本玩意 他們當時那個小企業家 只有給我六萬塊 六萬塊全部給我 他的小孩子 如果你敢給我一百萬 可以啊 這小航艇 或是旁邊有副航船啊 很恐怖啊 兄弟很恐怖 不是說在路程上 是玩完的 從我的那個 現在我的經驗來說 我自己 我們自己跟日本人 要真的要去航海 投那個所謂的 劉克羅羅尼奧 是說那麼清楚 直接航海到達西地 非常容易 甚至 我們還有計畫說 我從那個 伊納國島 航海到北 到北 到重生島 到那個 賴鳳尼奧 很容易 可是你達西地 要到那個 伊斯爾來了 那個 要人命啊 沒有我們 他有 任何一個船上 他的那個船的頂端 叫做 英文叫做 五一巴斯 中文很像 發音整是緊急於救難 五信號 你一翻船的時候 他就在兩百 兩百的海裡以內 他就給你發報 然後 又又這樣 船中 連那個錢都花不起 我還好 沒有任何好險 還好 我是海洋 民主航海家的 火在海上的 靈魂是很 很剛硬 這故事說得完 我們那個 確實實在 所以到了那個時候 他那個 風向完全是 不能航海的 然後這個日本人 當我一離開 那個船的時候 一個日本航海家 自稱是 航海冒險家 他說 他是一種 那當然是 因為他的身體是 日本柔道 國手 奧運選手 林海得主 很厲害 可是 當我離開的時候 他那種 健壯的一個男人 他就整個 一個女生 由於 那些 英女人 不會給他 在海上 任何的信項 因為他們是溫暖的 其實 他可以多支援他們 可是在海上 有太多 千分之一 百分之一 百分之百 都會發生 而那個人太浪漫 原來我們的衛星電話 他隨便按 隨便按 按錯了 按打電話都打 不能打 按到 讓他壞掉了 很討厭那個日本人 看不懂那個說明書 喔小漢 把人比你喇叭電 什麼 說隨便按 都壞掉了 用我的電話 所以我的電話到現在 都是非常 反正到暑假的時候 他們就會跟我見面很多 就是從那個時候 所以那個話是可以說 原來我們的目標 他那個 那個人的目標是LOA 然後他還想要 木牌來去做他的事業 跟日本政府木牌 哪有那麼不變 台灣政府 當時民進黨的時候 根本也不會給他錢 然後我出海的時候 民進黨的時候 我說 我們是海洋國家 我說 香港人要出海人呢 我說 林徐總總 我要出海人 我們要出海去哪裡 我們是海洋國家 我們要去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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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海 vou家嗎 台灣的海洋國家 全部都不是艱水 叫他去游泳看看 濃 Borusa 透鞋子 云 歸 阿 好 是正確的,反正真的是這樣子,原來是這樣子,不是說得好。 謝謝老師。 我來過渡一下這個時間,我不能明白印尼人在這裡面的角色是什麼,因為印尼人本身他人群也很複雜,我現在想不起來有一群人,實際上我們會說他是Marine Traders,有一群印尼人他在海上跑非常厲害, 然後他在很多地方都有,然後馬康塞這地方也有,所以你們如果要航海要找一年人一起造船,然後要一起航海,要在海上幫忙,找的不是這樣子的人,有這樣子的知識的? 革新主要的問題是,台灣的那個小企業家,他自己本身的產品很少,所以他這些印尼人跟我們來的時候,其實台灣的那個企業家給他們很少的錢,因為他們窮到,就是說,因為稅月率太高了,其實說在船上,你給我一天三百塊的印尼的錢,他們都可以幹。 所以你講的那群人是,他不做這些工作,包括那個富航,這些他們有在海上,還有很多很多的設備,就是你要給我一定的那個錢,然後做一個人做那個錢,然後你要簽約,他們都那個台灣人不幹這些事情,也就是把我們就說,自身自滅的意思,所以我們這個是真的是冒損,這個是冒損,而那些人跟我船上真的是無蠻 而這些人,而這些人純粹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就他們就自己用很便宜的薪水,來上這個船,而他們的工作就是載窗,風房啊,修林這個船啊,或是搜搜搜搜,幫我們做一些事情在土地上,因為我是船上的打掃人,真的是這樣子,真的是這樣子。 那麼這一些細則的部分,你剛剛講的那些人,其實在我的一個經驗裡面,譬如他們所謂在菲律賓,印尼北部,東馬來西亞,還有一群人,大家都熟悉的那個巴雅,巴雅組合室,其實他們不是自稱巴雅,他們叫做沙馬人,沙馬人就是海上青塞人,也就是在菲律賓,西德有一個巴拉瓦長長的那個小島,最末端他有一群人,他們是跨過印尼, 菲律賓,菲律賓,馬來西亞,那些人就是說,他有他們在抓海鮮,可是那些人是很厲害的,他們是海上青塞人,有一本書是日本年輕人的寫的,叫做海森戰爭,這個戰爭,這個作者就跟我碰到面,他說啊,我們在,這個年輕人是非常厲害的,我們都都會聯繫,我們都會碰那,他說那邊有一群人是這樣子,而我, 參加我這一球是,他們是一群穆斯林部落的人,他們有一些天主教人,因為幫我的忙,是在路地上幫我的忙,是一個天主教教人,他們吃飯要有一定的距離,他們不能再通過,為什麼,它有發生我在,在印尼,在這樣的,有兩次我出海的時候,在距離我們出海的那個村落,就有那個,穆斯林的報紙人用炸彈去,去找教人,到現在還在, 這樣,所以,其實是這個部分,我都沒有寫,我不想寫,我只是寫裡面一點,那我講的這個航海的部分,其實我另外一個就是說,我真的還在認真面對我自己的文學的創作,也就是說,說泰國所謂的六七零年代,台灣的原住民,包括很多的民安安府,在海上的,有些點寫時間太太久,太久了,可是,如果說我們有實際的經驗去看的話,又在列造一種, 有不同的情境,對我來說的話,我作為一個研究員,我做下午,我去念藏彷彿去學,這是我自己的職業,這也是當初我去念藏彷彿,我們主要的一個目的,是在這裡,同時呢,現在也不斷地跟那些曾經過,做遠洋行的人,不斷地在交流,可是發現,發現,來說的話,他們呢,應該是想像,不是那麼豐富的一群人,只是阿北基, 只想斷錢,對,只想斷錢,真的是這樣子,那個浪漫的想像是沒有的,他們被欺負多多的民怨,他的事情,我表妹的,我表妹的先生,堂排他們在做,做到沙烏地阿拉伯,在屋子上喝酒,我是台灣人,做到沙烏地阿拉伯,在屋子上喝酒,我是台灣人,做到沙烏地阿拉伯,就趕快,那麼這些經驗,我要想說的是,我現在也是, 還在思考,做為一個原住民的家,我真正的目的,是說,我那時也台灣,我不單單是原住民作家,也是台灣這邊出來的,做家,如果是好聽一點的話,我想說,我的文學的作品,請你一大,我要尊重,什麼叫台南文學,這個是我們現在在跟他們的交流,我自己朋友在的交流,北京那邊的整個中國,所謂的中國的作學,而我們都有互相交流,可是我扮演的假設,不是, 我是,我是不玩的,我是因意識形態,那種不來的,我也不跟台湾這邊同派的,作家的運氣的部分,我也不跟所謂的歷生的作家,不會,我自己玩的,我自己,所以是一個鼓勵的問題,不過這個過程中,我非得還是要努力,包括自己的書寫,包括自己的念語,就是這樣子,所以那些印尼人,吼,在這邊, 說起來也是蠻恐怖的 因為就業 輸業離開 不再飛機被搶了 輸到被搶了 可是沒有發生事情 沒有錢 他們沒有錢 那朋友們還有問題是嗎? 老師也好 我想請問一個比較跟這本書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高於藍語的部分 現在發生 就是從你一開始在講 您看你父親的那個 還有老人與害這個想像 那現在這一輩的藍語年輕的人 其實你也慢慢暴露一個比較屬於年長者的身份 那你怎麼去看現在這些年輕的藍語的這些青年 因為前陣子好像 我看到一本 他們也出一本 集結起來出一本 這樣子 也蠻紅的 是 沒有一本這樣子 就是 他教助我 哪里人自己出的問題 哪里人 你小九五二嗎 對 九五二 那不知道那些都是我的學生談 其實每一個時代 都會從不同想要展現 或者是 表現自己要關心自己民主事務 這個已經已經是非常多年了 已經是非常非常多年了 然後從我的角度 我能做什麼 真的鼓勵他們呢 我真的鼓勵他們 因為我自己本身 也在繼續 在去擴展我的工作方法 也是像 類似在做這些事情 因為 島上的人 都是各自鼓勵 那我自己本身做比較很多 很多很多的 我打理民主的開學 什麼叫做民主的開學 一般 一般人講 我從人類學到講 我叫做 山地人的文化 有種的文化 但是我不再講 那個文化的同學 我叫做 民主開學 我再講 就是民主開學 因為 我的感覺 文化是一個西方人 他們對 非西方文化 那種文化 是一種刺骨的說詞 這個是我的感覺 所以我要講 為什麼這個西方人 開學 那所有的原尊的 一些文化 其實是再度 文明科學 從進過 譬如說 現在我們沒有那個 春夏秋冬 那也是三個季節 非的季節 天子的季節 存在的季節 這個就叫做 華語民主科學 而我不講 這個是文的文化 我會講的文化 叫做文明科學 我們 現在 從 農曆來說的話 不是初一 初二初三 初四初五 就是農民地 可是越遠的時候 大家都 會拜拜 或是到處說 達悟的人 每一邊晚上 不是用一二三 每一邊晚上 有月亮 它有名字 善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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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月亮 我們不是可以 以一二三 我們是可以 它的名字 這個就是 而它的名字 後面 都有它的名字 我跑到南太平 所以啊 全世界都有這樣子 只有蠻語 有 月亮 自己的名字 全世界 只有蠻語 而我不叫它 無法叫做 所以我自己 民主科學 其實我慢慢在做 關於你說 講的 那些新生 故事 我們作為 已經 中老年人 作為已經 60歲的老人 那就是 只有蠻語 只有蠻語 請他們 如果有書 可以念的話 就可以念 找個自己 想要做 只要不要請老 分別就好 海外學生 那剛剛有聽到老師 聽說 其實很多人 他 其實很多人 他雖然會說 他覺得他自己是海洋 很多台灣人 他覺得他自己是海洋 台灣人 對 這才是海洋 他會這樣說 但其實他對海 可能是非常陌生的 那不曉得 你有沒有觀察出一個 比較明確的原因 就是造成他形成這樣 一個構陷的原因 會不會是因為賭食 或是因為公演 或是因為現代 或是因為熱門的原因 造成他變成現代 其實對我來說的話 像你們也可以說 我是住在台灣的海洋民主 有什麼不同的原因 那些人說 對我來說的話 就讓他說說就好了 在陸續上 他可以這樣子講 問題是他自己到海上 我是海洋民主看看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太陽陸續上 不要吵我嘴皮 真的話 你就開反 到海上 我先說我是海洋民主 發的 那的話 我根本不有 那也會讓我的腦 很傷 那草本質的那些 不要去找 不要從那個 一個人家的 其實 我們正是屬於切實 這個不好 這個不好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能從自己到海上 我先使說 我這樣子 出去發展繞著台灣 我們是海洋民主就好 那誰能否認呢 沒有人會否認 可是不要在陸續上 海洋路上很多人 沒有人會否認 我是研究海洋 我們是研究海洋 我們是研究海洋 人會行啊 他可以先試啊 他比他更懂啊 還有嗎 我想 我們這些 都覺得問題 可以從台灣級開始 稍微臨床 包括建築 我們要離來多一點 認識 穿搭配還是比較勞 我們現在很想 肯定啊 正是最近可以開放 通常都會現在 往前 聽話 老師,我想問,你是旅行完才開始床床,還是在過程中,你就一直都有在建構小書的想法? 其實,在移動的時候,其實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建構 很多很多的朋友,其實他要寫小書,他會把那個建構圖如何如何如何 這是很標準的啦,我不玩那一套 所以,我要寫我的小書 我就一直在思考我自己的那個方法,我的筆風,我的那個風格 我是自己建立我自己,要不然按照有些人的話,哪個會亂掉? 所以,按照我的方法,我就不會忘掉 所以,我是一面走,一面走,一面思考,可以那個小書來寫到哪裏 我一直在重複,一直在重複 一直在重複,因為這個部分叫做自我訓練 自我訓練,你不會說,坐下來的時候,再看那個筆記簿 筆記簿的時候,我寫到哪裏 我要寫他的那個筆記簿 他的另外一個故事,洗澡襪子都寫不完那種的 反正那很累 那個錢不在腦袋裡,如果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活動我自己的記憶 理行或是一個疑懂,基本上 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 大家都不思考 可是,我既然扮演在我自己的那種角色 就自我訓練 所以,並不是說,我既新完了之後才這樣 沒有,其實,我這本書已經醞釀了十年 然後去年才把它寫出來 從去年的一頁論 應該十二頁底寫到六月十五號就完好 所以,有個大樂師寫得不好 請童老師原諒 我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我注意到你用一個詞,你用移動 然後你剛剛 你好像基本上有移動 那像當你在回音同學的話的時候 你也用了旅行 你好像很有意義的選擇用移動這個詞 因為旅行的話 我自己去看 看有一些英文 叫做Traveling 我說Traveling 基本上 它只是一個帶著一個心 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它是一種執行的 可是,我自己看的時候 所以有一種說話 是一種Mobility 我用一種移動 譬如說,我移動到這邊 為什麼要移動 可是這個移動跟你所謂的旅行 完全是一樣的 移動它可以是沒有目的的 旅行是有一點點的目的 所以我要旅行到台灣 我要旅行到北京 你很多很多的人 大家去買機票 都是一定的要旅行到哪裡 而我所謂的移動 這就是一個未知 是有一種挑戰 是有一種挑戰 可是我們的發展 慢慢慢慢會思考 可是這種移動在我們真正的話 是你帶著你的心境 你帶著你的 應該是 是身體的 也是帶著你的腦袋 也帶著你的心境 就是 your mind 或是 mental 或是 mentality 那種是我們是怎麼 來我來去解釋我的移動 所以我的移動 基本上是帶著很嚴肅的 一種心情到那邊 而一個 trouble 或是 trouble 是不是 那代表比較 比較輕鬆休閒的 或是 我是用這種這樣子的 我不知道 只是我很喜歡用移動 因為他就像 一上我們自己划船的時候 自己移動 不要去找漁場 是這東西 可是這個漁場 你會找到嗎 當然你要靠經驗 很簡單的解釋 所以移動是身體的 一種 是 或者是 簡單來說 是不是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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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body and your spirit 就是你的精神 你的身體 是移動 他是 一種 整體 所以 理性只是簡單的 一種 解釋而已 所以 我現在後來 我非常非常 這個是 我不是 我想到 是我爸爸 從小說故事 一直到 到他死的時候 不是 只是 只是 當時 一直沒有感受到 他講的 那個 這個移動 這個 那時候 我都沒有感受到 當我在寫 第四章回到 尋找這個 島嶺的密碼的時候 我在山上 一個人 伐木造成 有時候會 一邊重演 一邊思考 因為那個地方 是我祖父 我爸爸 我曾經伐木 一等記憶 因為我還有一些 人類學的 知識 基本的知識 還這樣 移動的經驗 會去思考 所以後來 我就開始用移動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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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來 這本大海服務 是 很多很多的一個問題 叫 飢餓一直在移動 飢餓的移動 這個飢餓真的不是那種 真正的飢餓 是每一個人去追求自己的 滅亡的任何境 就是 一種求之意外 可是你那種求之能望 你不可能待在一個空間 你一定要去移動 譬如說 你從台灣大學 去美國念書 這是一種移動嗎 你不可能說 你到美國是一種抓捕 或是一種抓捕 你是移動有目的 去充足自己 所以很深的一個意義 其實時候 回到島上 尋找寶寧的密碼的時候 我從基爾卡通 我現在是把他圓滿移動 或是 他們是心以不理 心以不理 所以在各位同學 然後是朋友們 其實那個移動 那個 那個基爾古史證的那種機能 是很多很多 或者是 我們從現代性的角度 或現代性 這個都可以解釋 那移動 我覺得比那個旅行 來得更多 至少我的中文的程度 是這樣子的感受 你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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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是 達悟的語言 是叫做 Dumma Yiddish Dumma Yiddish 就是 船隻一直在 你都在 我們會說 這個樹 站在那邊 你不動它 它不會移動的 只會是被颱風推倒 它才會大 那你要砍 它說 砍下來了 我們就有一種 那種駐寶石 就是 類類是 這種駐寶石 就類似說的那種 金庫教堂那種 駐寶石 還想是不一樣 是我們的自然的 這個自然的原生 要自己訓練 要被訓練 這個是家族 所以平常 我們自己說 那種無語的說 這裡都會傳遞 人的那種 所謂的 導演精神的那種 Spirits 一種精靈 是精神的 多會 所以我們講到 這個樹的移動 傳的移動的時候 確實是可以在這個時候 可以把它擴大化 解釋 因為我曾經 躲了那些地盤 所以我們這些移動 其實我們都是被移動的 我們那些人 來打領土 航海 他有一定的知識基礎 剛剛還沒有上課之前 那些補洛華的人 我們都不公認 他們他們 他們是 不管是用模擬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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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選他 解釋 可是他決定由 他的自己民主的意願 去解釋他這個心理 而我們的心理 是帶著 帶著 一種傳統的宗教 謝謝 謝謝 上班 文官先生講 Mobility 這個在人類學裡面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 尤其對於航海民族而言 Mobility 對於跟在 比較習慣在陸地的空間感覺上 是不一樣的 所以 不管是法務人 或者說其他的 換於航海的人而言 這個 他的空間 跟他的移動的經驗 那個意義 的確還 很可以再去太分 是 我想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我們再次謝謝 西南灣的爸爸